大家好,我是方克成 今天是2020年2月12 举例上一次给大家做视频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像三年一样漫长 对于我个人来说 经历了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B站和微博上被网络暴力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上一次的视频 也是以这一面很好看的紫色的墙为背景 那一次视频的弹幕上 充满了不堪入户的屋檐会 然后呢,我又被恶意举报 以致在B站和微博都被封炮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 把自己的视频首发到YouTube上 以后或许只能以YouTube 为主要的视频发布平台了 关于那场网络暴力 我不想再去说太多 但是又觉得有必要做一个 简要的说明和回应 简单来说 从2019年11月中旬开始 有一群有组织的人 在我的B站和微博 发布大量内容相似的谩骂和攻击 主要的指控是说我支持港独 实际上我是从去年8月份才开始在香港工作 我对这里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 因此我基本上没有发表过 香港问题相关的观点和看法 我能做的 只是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思考 也就是说我连关于香港问题的言论都基本上没有发表过 更不可能发表任何支持港独 支持暴力的言论 可是呢 这些世界上网络暴力的人 完全不讲任何的冒际 也不在乎任何的事实 他们随意给我扣上一个帽子 然后就开始肆意地攻击 他们制作的所谓证据包我也看过了 里面正没有任何内容能支持他们的指控 举个例子 这些人声称我Facebook头像有问题 那我其实是在记者节的第二天 换上了一张穿着记者Press背心的照片 并且在图片说明里面说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 但我会培养更多的记者 报道真相 服务公众 如果说穿着记者背心也有问题的话 那我想请各位网络时报者看看这张图 图中的这位想必大家都认识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不知道各位事报者是不是也要给胡总编 贴上一个港独的标签呢 在一个四类的社会中 我们尤其需要追求真相促进沟通的记者 我对自己的前记者 现日新闻学院老师的身份非常自豪 非常珍视 我也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去普及民间素养 强调优质信息的重要性 我绝不相信这些都能成为港独的证据 我相信仇恨与排斥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更愿意思考的是 如何让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各家相互理解 这才是拒绝港独为故统一的最好方式 而不是靠疯狂的谩骂攻击和仇恨 说实话 看着这群施加网络暴力的人 我有些恍惚 有一种回到了50年前的感觉 似乎回到了那个可以给人血液扣帽子 就批斗达到了一代 更可悲的是 这些人大量恶意举报 居然真的可以让我们账号被封禁 毫无逻辑和道理可言 我找到了B站和微博的人 想起他们告诉我 我究竟是哪一条视频 哪一条微博文规了 他们也说不出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在网络空间里面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不能平心尽气地交流了 一个本来可以用来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怎么变成了抓特务 搞批斗大会的地方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这些搞网络暴力的人其实是少数 但是因为他们高度组织化 攻击力非常强 所以会使得一小撮人迅速毁坏整个空间 有好多朋友告诉我 他们试图回应这些人 试图和他们辩论 结果就迅速遭到无休止的攻击和骚扰 这样一来 大多数人就只能选择沉默 眼睁睁地看着一小群人 在网络空间中肆意破坏 然后让更多的人惊弱寒蝉 不敢发表不一样的观点 唯恐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想说的是 网络暴力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针对被暴力的那些人 它实际上污损伤害的 是我们所有人共同享有的网络空间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也只能靠我们一起来维护这样的网络空间 坚决拒绝这样的网络暴力 举报那些网络暴力的言论 并且形成一种良好的讨论氛围 让那些想要施加暴力的人自觉退彩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信息环境 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说至关重要 这种环境包括更真实更优质的信息 也包括一种能容纳我们好好说话 彼此尊重的网络空间 眼下我们正经历新冠肺炎的疫情 我想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好的信息环境是多么重要 在一个更好的信息环境下 疫情的信息可以更早被公布 被知晓 而不是被掩盖 被训诫 这样我们整个社会就不必付出 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一个更好的信息环境下 我们可以有更科学的防疫知识 更少见到荒诞的阴谋论 我们还可以更及时了解前进的战况 可以监督那些令人失望的机构和个人 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在一个更好的信息环境下 在微博上求助的人 不必被百般刁难和谩骂 最近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例子 在网上求助的人 被要求出示各种身份证明 病例证明 死亡证明 否则就是刻意来搞事的敌对分子 是对岸派来的特务 这些已经处于绝望之中的求助者 不得不再经历一次网络暴力的心灵创伤 实在是令人痛心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网络风气变得如此的恶毒 如此的充满了敌意 虽然见到了并且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么多不美好的事情 但我依然相信变好的可能性 因为这三个月来 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 邮件 甚至还有好几张明信片 我并不在现实中认识他们 有不少在网上也不认识 但他们都对我表示了关怀和支持 比如有人告诉我 暴力者发过来的消息 有人说 We will never walk alone 有人说 看到你的微博和B站账号消失 我和几位同学感到十分心痛和惋惜 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 您传播的内容对我们来说 不仅有知识和价值上的质疑 也有精神上的鼓励 还有一位朋友说 我看到B站上的那些真的气哭了 我也遭受过网络暴力 我知道有多难扛 可能永远都会成为一想起来就会惊醒的恶梦 但是哪怕是为了我们这些爱你的人 紧撑下去 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信息 他们都让我非常感动 也让我觉得一定要回归 要继续做视频 特别是继续要做夜料 虽然暂时只能以YouTube为主要平台 但相信你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看到和传播 去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 我们也注定能够善待彼此携手合作 我现在依然相信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人性之中始终都有着 无法被扼杀的品质 包括对彼此的尊重和关爱 包括对真实的追求和探索 包括对恶意与暴力的拒齿 虽然那些恶的人只是少数 我们就不必害怕 只要我们携手维护 每个人都努力为我们的网络空间 为我们的信息环境做些事情 不管是多传递一些真实的声音 是对他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还是形成一种让网络暴力者 自觉褪颤的氛围 每个人都多做一点 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抛下来的 我会继续去做的 相信你也会的 谢谢你的收看 可以在YouTube订阅我 我们下次再见